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概股方面 那么涨幅都是超过了1% 黄金价格呢是受到了美国股市反弹 然后反向受压 目前呢是下跌0.6% 那么比特币的价格呢也是重新回到了9000美金以上 那么澳洲的澳币呢 昨天是随着澳联储没有降息 那么也是反弹重新回到0.6730附近 目前呢 澳元队纽币呢 我们经常做的这个货币队呢 也是最高是上涨到了1.04附近 那么随着早上新西兰公布了失业率数据好于预期 目前呢 预期是4.2% 实际公布值呢是4% 所以说呢 从1.04的位置又回落到1.037左右 大概是下跌了30个点 除此之外呢 我们看到最近新闻非常火啊 大家就是坐在家里看火神山的一个建设完成 那么用了10天的时间 中国呢就把火神山医院给建设完成了 并且从昨天开始已经接待新的病人 第一批病人的50位已经入驻火神山医院 那么这样的速度对全球展示出来的一个信号呢 其实呢 这次是非常积极的 那么一改过往呢 中国政府在海外市场或者机构眼里呢 在执行能力上偏弱 那么这次呢 通过10天就高效的高速度的完成了 并且中间没有出现任何的差错 所以呢 对于整个全球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了中国政府在政策执行力 以及政策落地的一个效率上 目前还是值得肯定的 所以呢 也给大家带来了更多对抗疫情的一些信心和提振 所以呢 昨天中国股市表现非常出色 创业板呢 是涨幅超过了4.5% 那么上证指数呢 也是涨幅超过了1.4% 对于整个市场来讲的话 信心的恢复目前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随着之前我们都知道 疫情呢 对中国以及澳洲影响是相比其他国家最大的 那么对于中国来讲的话 之前印出了相当于放水1.2万亿人民币的一个现金流量 流通到市场上之后呢 那么这部分钱啊 在我最近和我们的群体交流之后发现 很多企业家并不希望这个钱呢 流通到这个自己的企业上 因为目前的企业受损比较严重 大家该停工的停工 订单延后 推迟甚至取消 那么随着未来如果是企业恢复订单 那么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在这段时期里面 基本上都是老板在贴钱 所以中小企业主目前承受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央行释放流动性到市场上去之后呢 就希望这份资金能够激活市场 那么让中小企业顺利通过银行贷款啊 或者其他的方式度过这次难关 那么这点金额呢 目前看应该还是不太够的 所以呢 相信中国政府未来在下一个季度 还会有更大 更多的一些财政货币政策释放出来 对股市和房市起到一定的支撑 对实体经济呢 起到更多的资金上的扶持 那么再回过澳洲 相比于中国的疫情 那么前段时间呢 澳洲也出现了天灾 就是这个大火 那么目前呢 火情啊 基本上已经控制的差不多了 那么接下来一个星期 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 从明天开始呢 悉尼将会有连续超过一个星期的暴雨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再加上消防同志们的一些努力 那么相信在未来呢 大火对于澳洲 直接的一个经济上的损失将会逐渐消失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是一个恢复性的建设问题 那么莫里森政府呢 从去年开始 基本上呢 就已经是在大幅削减公共预算 因为今年的目标呢 就是扭亏为盈 实现财政盈余 在这样的一个政策下的话 我们其实能够想象到这次灭火 为什么灭的这么辛苦 就是钱不够 对于任何政府来讲 一旦钱不够出现的问题 可能就是由小变大 那么相比于这个火星山上的这个建设的速度 医院十天建成 那么澳洲灭火呢 其实受到了这个全世界的一个关注 那么公众的认为呢 还是澳洲执行能力 在灭火的这个速度上显得有一些滞后了 但确实是没有办法 像中国呢 目前我也查了一些资料 在过去的五到六年的时间里面 平均呢 中国大陆发生火灾的次数呢 大概是两千多起山火 那么产生重大财产从事呢 非常少 为什么呢 举个例子好了 像悉尼有一大片的森林是挨着的 那么在中国有很多像大兴安岭 那么在大兴安岭这样难以管辖 顾及到的一个森林里面呢 它每隔一公里就会设一个哨点 每隔十公里呢 就会设一个基站 那么这样的话 整个大兴安岭呢 一共有三百多个基站 这样就能够 最大限度的 最快速的反应 或者控制火情 那么澳洲政府需要在这些预防天灾 或者是进行一个快速反应的过程中呢 还是有一些很大的一些举措 可以得到学习或者是改善的 那么之后呢 我们再看澳币 澳币呢 随着从这个大火以来 加上疫情的一个影响 那么澳洲经济铁王石出口受到影响 澳洲的旅游行业受到严重的受挫 那么澳洲的教育行业现在留学生回都回不来 所以呢 三大支出产业 那么目前都受到了比较严重的损害 相比于澳洲呢 新西兰也是邻邦国家 但是有人问为什么澳纽一直迟迟上不去 很简单的原因 除了大火加上疫情 那么这次疫情 新西兰受到的影响 相比澳洲来讲是偏弱的 所以呢 目前是一直是在底部 1.035 1.036 1.037 附近排环 相信未来呢 澳大利亚这些虽然没有降息 那么在未来降息的预期就更重了 因此澳元目前很难有大幅快速的一个上涨的反应 除非说是数据特别好 假设在目前的经济情况下 数据继续走好的概率是在降低的 Westpac银行呢 在此前也预计昨天是降息的 那么昨天没有降 大家就把这个预期呢 推后到三月 四月 那么降息的概率是在增加的 所以呢 短期来看的话 如果大家想要做涨澳币的话 基本上还要跟着中国股市走 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在投资方面 要避开相关性一致的产品 比方说我买了China50 买了香港恒生看涨 买了澳洲个股看涨 最后我又买了澳币看涨 其实我们买的是一个东西 所以呢 像我说的 我们在交叉产品上 如果是疫情导致一个行业 或者是一个金融产品下跌 那么这一系列的下跌产品 它本质上都是一个产品 像石油下跌 股市下跌 包括我们说的这个黄金上涨 那么大家买这些投资产品呢 方向上一定要交叉起来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真正的分散投资 不能的话 我们基本上买了十家 十个国家的股指 再加上黄金 再加上股票 其实呢都是买一个东西 风险还是聚集性很强的 除此之外呢 再看我们在去年总结的这个股票市场反应 就是美国方面啊 在去年股票的大盘指数上涨幅度超过30% 那么澳洲呢大概是20%多 香港最惨是百分之四点几 其实原因也非常简单 大家回顾19年的一个整个市场的表现 从政治稳定性经济的发展角度来看的话 宏观基本面大家都很容易去分析 美国方面政治偏向于稳定 那么经济刺激啊不停的去措施不频繁的耕出 那么美国的经济数据去年一整年都非常的好 那么澳洲呢去年也是在降息的阶段中 相比于这两个国家呢 香港地区的股市呢就表现不是那么好 只有4%的涨幅啊 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出现了很多的政治不确定性 和政治的不确定性已经其大的事件 所以呢在整个股票市场上的投资也好 或者是汇率上的投资 它其实呢是相比于哪一个国家更强 哪一个国家更弱 那么我们在投资股票上或者指数上呢 我们就要去找那个更强的投资去买涨 更弱的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股市去做空 这样我们的胜算更大一些 汇率上就更容易了 两个国家比大小 那么我们就很容易通过目前的基本面 来判断未来两到三个月的一个基本走势 那么在判断我们在技术图形上的一个 基本的支撑和阻力位 基本上能够锁定较小的一个亏损范围 和较大的一个盈利空间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想要获得更多资讯 可以拨打电话03-8658-0603 以及呢我们现在因为线下的活动比较少 那么大家可以观看周二晚上或者周四晚上 两天我们在每晚八点钟都会有在线的网课 欢迎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